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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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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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有高楼大厂 所以我们拍一些议会大厂 这是议会大厂 这条还蛮漂亮的 这条就是中国人建的路 这是中国人建的路 我也不忘了 反正这段都是中国建交之后 然后这些人建的 明显就是比较好 这路建的很好 然后那边体育馆 这是回到了 因为后来修好了 我唱歌也走了 不太清楚 但是这条就有点像个城市的样子 比刚刚商业里还好 那底下一直往前 我们就失去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中国大使馆还在里面 你看这路一修 瞬间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和新加坡一样 好好好 就这个植被啊 像这个 马来西亚吧 新加坡一样 然后前面那个 Sunbird hotel 哪一个 哪一个 这个三本 这一个 太阳鸟 以前不是研究过吗 太阳鸟 然后然后就非洲林属的 比较高到高端的 你看我们前面看到了一个公共厕所 他们这边还是挺注意这个啊 别可能了 别可能了 他说生男生女都一样 他说任意性别 非洲这边有生男生女的这种 这种那个习宿吗 没有这个感觉 他不就随便生相来 也是 对啊 那为什么他们的混乱不下个 那肯定就是有些地方有这种 或者说有有这种观点 我们没感觉出来 到时候可以问一下 之前也没问过 买了这些一个花了五十多钱 一瓶块水 一个这样的饼干 能拍清吗 我没有 我就这样大概拍成 三瓶果汁 三瓶这样的果汁 花了一百块人民币啊 五十多吧 一百 就这么点东西花了一百人民币 五十 五十人民币 这个饼干 这个饼干 很好吃的 那我们来个特写吧 你把饼干拿过来 我们拆开哪一个 等一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饼干 这个饼干 这个饼干五年前来的时候 我们就买 五年后还是买 经历了一个脖子 你告诉大家 是啊 第一次买的时候是十块钱 我们刚来的时候买是十块 等我们要走的时候买 就直接变成二十块了 这只是个比方 就是它的那个物价是成的一番 应该是这样 它这都是进口的 哎呀糟糕西瓜掉地上了 哎呀糟糕 别弄包子 你看因为那个 张小胖子要求要吃西瓜 然后呢 陈伟就依着他真的去找了一个超市 让人给切开了 然后你看切成这样 这么大一块 他不应该切错了 不应该这样切 应该一个西瓜对半切 就可以拿手刀咬着吃了 那这样怎么吃 还有一个半个的 还有一个半个的 不是我觉得重点是 不应该在车上吃西瓜呀 因为那个小胖子说 要吹着空调 看着风景就要吃西瓜 然后陈伟就依着他 真的去把西瓜给切了 你们两个人真是太奇怪了 然后呢 现在问题就是 如果一刹车 这个西瓜就飞下去了 我坐在后排座 就要一直抱着这颗西瓜 前面已经发出了吃西瓜的声音了 这个已经能吃完 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你怎么啃西瓜 你应该就是表示用月亮啃 哪一个月亮啃 那我倒是水 本来在车上就不方便吃 非得吃西瓜 Lecture on HFi 你应该拿了半勺的群 你应该拿了个半勺的群 谁øre 我想起来 吸启 独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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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可以停了一小时 我刚才还行得吗? 我刚才可以吗? 走,这边有一个铁路 这铁路是贯穿这边土地的一块铁路 这应该是中西走向的贯穿 哦,对,母亲姐 我现在几个国家的印象混乱在一起 可能,等等我看一下 非洲骑自行车的,可以跟上 这个工厂怎么会在这么里 黄郊野外 对,起码也有一条好路 就是那个韩国人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那个地址是一个工厂的地址 嗨,大家好 我说话可以听到吗? 就是给了一个工厂的地址 有一个韩国人 我们要找的 但是我们发现这里怎么是荒郊野外 像是演进去杀人狂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再确认一下 然后一面都是骑单车的人 单车是非洲主要的交通工具 然后你经常可以在路边看到 就像中国原来80年代秀单车的小单车 不错